健康四小寶是綠茶素、洋蔥素、盧茴素、松米森素 這四樣東西高劑量的植物提取物 針對人體的癌細胞作出一些幫助 這四種成分一定是對癌症會發生作用的 一定是殺癌細胞 這是醫學報告 別人說了的東西上網查就最好 在2002年有三個學者獲得諾貝爾獎 他們的得獎題目叫做細胞自滅 第一個健康食品叫做綠茶素 因為它可以令到癌細胞自滅 素米森素可以迫癌細胞凋亡 盧茴裡有一種東西叫做醫務電 第二種健康食品叫做綠茶素 綠茶素可以處死癌細胞 對付癌細胞 用綠茶素逼它自殺 用酥米森素逼它衰老 用蘆薈素令它擴散不了 大家好 又到每個禮拜二的先人術二 原定的廣播劇真是靈異 我已經把那些龐白錄好二十多三十段 我也不知道發什麼瘋 我寫的時候譬如主角是姓李 第一段是錄姓李的 之後我全部錄了姓王 然後那些角色那些 又全部講了姓李 變得我那些龐白全部不合用 重新錄過了 嘩真是大惡 找來搞了真是 還不知道搞什麼 寫可以有人 越寫就越長 越寫就越長 給點時間先人 因為他重新錄過龐白 剛才都和我滲了一會兒 大家再給點時間 我錄龐白是很快的 不過要有時間才行 唉真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波三戰 有時整整一下就多了個角色 有些網友說 有些觀眾說他都想一起做個角色 但是要約在一起很麻煩 即是可能我們 就時間 譬如我們 喂 禮拜二 錄錄之前我走了上去錄 那他又不知道有沒有空 要在一起 還有你沒錄過 你只這樣看劇本 我要你當時的語氣是怎樣 你未必知道的 是啊 即是我寫的我當然知道 你知道故事的走向 是的 你麻煩你一句激動些 如果你走去 以前就不是這樣的 以前那些人就是你 又拿個電話錄 他又拿個電話錄 然後就合起來了 變成那些語氣很疏囂 很古怪的 嗯 就不是坐下來在那裡對著 還有說話那個 就是收音呢 會有不同的 例如你的耳朵夠零 是啊 你用iPhone 我用Android 是啊 還有那個語氣 它未必做到那個效果 很大工程 是的 本來應該很驚嚇的 突然間說 那裡很平淡 就沒有了 譬如說 哎呀死啦 這樣 哎呀死啦 哎呀 真的不幫不理死 不得你死 哎呀 死啦 即是沒有意思了 給你放心 下個禮拜應該OK的 應該出到的 嗯 不用介紹啦 先人夜期 先人和夜期 哈哈 我們已經穿過 衝破了九千多 大家拍到 叫多些朋友 subscribe 我youtube頻道 等於8月 我們抬慶之前 一夜過了 一晚先 我們都是循例 我都是負責說回 那個 訪問內容 就是 記得share 我們現在 facebook 有立即現場直播的 和youtube 也有即時的串流直播的 麻煩大家可以share 你們的facebook 的即時通訊 或者是whatsapp之類的 發給朋友 這樣和大家一起分享 因為始終我們是免費娛樂 還有記得 要subscribe 我們巴打台的youtube channel 和要like 我們巴打台的facebook專頁 好 那我們正式進入今晚的話題 先說一些歷史 我不知道那些觀眾有沒有去過 這些 情色場所 不要說色情 不一定有色情 以前那些場所 就不是現在這樣的 講回70年代 70年代 香港是對的 79年通的 第一段地鐵 由這個 觀塘到石劍尾 第一段通的 七十年代 你知道香港的微喜哥這些 這些東西 有紅菊組 青木建設的日本公司 就來了香港 來了香港 就帶動了第二個行業 就叫日式夜總會 以前香港是沒有的 那時候灣仔奴押道 有一間 叫做富士華 就認識夜總會 那裏 那裏 有一些大場 有人坐 那裏有幾間房 他很過癮的 我忘記了 應該沒有那麼便宜 應該是二千元一圍 一圍即是十二個人 不便宜的 以前二千元 很多錢的 但是他包你什麽呢 有得吃 三個小時裏面 放題 不不放題 他好像吃飯那樣的 就有六個小姐 即六個客人就是六個小姐 十二個人 那他有一場科騷看的 有個人出來跳舞 就是跳到後來什麼衣服都沒有了 脫衣無藥 只剩下幾條羽毛 遮著他走出去 那當然不是講這些 那這間場呢 原來我客人在這裏做過的 他做廚房的 因為我說他有吃的 有幾間房間有包一包一餐來吃的 那他們的夥記 你知他有落場 有落場的嘛 落場那時候 不是 開工前落場 總之是那段時間 那又沒有事好做 就躲在我房裡 不是排九 十三張 那些飲食都很流行賭 就不一定賭 但是很流行 那他們呢 就在其中一個房裡 就倒到天分地暗的時候 就有個清潔的姐姐 就走來開門 她又不是進來賭錢的 喂 你們快點出來看看 她說什麼事啊 就是我當那個是A房 她有很多個貴賓房 喂 那個A房 誰都在裡面 很吵 那些聲音在裡面 想開門出來 正常的門是應該拉進去的 正是推著門進去的 沒錯 但是她就在裡面 好像開不到的門 不停地搓 在那裡 聲音搓到 跟著 跟著 那些人說 喂 什麼事啊 我們整個班都在那裡 又不是在開工 是不是 要不就在房裡睡覺 要不就清潔 那個就清潔 其餘那些都在房裡賭錢 應該是整個牆沒有人的 除了房裡的人 那他們就走出去 走出去看看 看看什麼事 我真的 很響 直接好像有人在裡面 啃個門 啃聲 跟著 跟著 整個班人就沒有人敢 沒有人敢開門 就是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直到 怎麼搞笑 不敢開門 我通常以為是困了 就立刻第一時間開了門 不是啊 不是 接著他們說 開不開門 接著 沒有理由 誰在裡面困了 你知道那些人是怕什麼 可能想快點回去賭 但是 你不開門就不行 那些聲音吵 終於等到晚一點 經理回來了 接著跟經理說 那個經理回來了 還聽 還在那裡 當時有七八個人在場 不是一個人 接著那個經理 接著他們跟那些經理說 喂 你看看 啃聲聲 誰在裡面 那個經理說 不是啊 誰在裡面 你們整班人都在賭 就走出去開門 開門裡面 一個人都沒有 那些聲音很響 全世界在場 那班工作人員都聽到 如果當天在這裏開工 這是真實的 如果當天有在這間 富士華做過的人 一定記得這件事 很恐怖 開名 那件事已經收拾了 現在已經收拾了 是啊 如果你在那裏做過 一定不會忘記這件事 因為很多人一起見過 事後的人都會說 集體壯鬼事件 他直接在裏面 不停坐 開門裡面一個人都沒有 哇 OK 接著每個人 你眼望我眼 不出聲 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那個場 應該是否有沒有發生過 那些什麼命案之類 沒有 沒有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那些夜場 長期都 你知道那些全部都封了 不見光 還有聽以前老一輩的長輩說 他們的夜場 有時聽一些友台那些鬼靈精怪節目 我是鬼靈精來的 你都知道我會到處聽 他們有些以前任職過夜總會 這些風月場所 這些娛樂場所 他們是會 就來開檔做生意之前 他們會在門口 或者是後巷 燒家衣 放生 好像現在的家衣 其實是那些燒溪錢之類 放生 引他們 是啦 這樣就去吸引他們的朋友進來 那是對的 我覺得 如果你一個娛樂場所 找鬼都不去的 你怎麼招客 鬼多又死 嚇死自己的工作人員 這件事 那我的客人 兩個發生單這樣的事情 跟同事談的 嘩怎麼搞的 這麼多人在一起都可以這麼猛 那門簡直不是普通的聲望 是很大力的 那門桌 是整班人都看到的 而且他們通常用一些 隔音很實的 實心的門 是不是卡拉OK那些 那時候不是卡拉OK 還沒流行 但是他們是不是會用回 兒子的卡拉OK 不是有隔音的門 以前那些牆不用的 以前那些牆是砌磚的 石屎牆 砌磚的 那他跟同事聊天 我說 嘩怎麼這麼誇張 這裏 他沒見過這些事情 那次是集體見的 那跟同事說 他說這間牆一向都有 即是有個長住朋友 是的 他說這間牆一向都有 因為我的客人 他一 下場或者有空檔時間 他就跑去賭了 他是沒有機會撞的 那個人就不是 那個跟他聊天那個 是不賭錢的 有空檔時間就睡覺的 他也是做廚房的 廚房一定有一條胃菌的 是 那他就試過 有試過就睡在那裏 睡在那些馬雜 我講過了 即是梨龍那些 好像梳化那些 那些馬雜 那是黑眼睡的 他睡到差不多 那上下呢 直接有個人呢 走過去養 養他們的胃菌 養到呢 一醒來看 咦? 什麼事? 又沒有了 接著不理了 照睡睡 他又在那裏養他的 他整天這樣搞他的 有一次呢 直接是 有一次呢 他就這樣 翹上一隻腳 翹上一隻腳 那樣 二郎腿那些所謂 那些 就躲在那裡睡 他一聲 連胃菌都拔掉了他的 但是那間房子只有他的 就是通常他們開了 隨便一個 那一班就在那裏賭錢 通常有空就那一班 走去賭錢 他就開了隨便的一間VIP房子 那當然是 關掉了燈 關掉了燈 在那裏睡 啪啪聲他就拔掉 他試過幾次都是這樣 其實 但是 他覺得呢 那個牆裏面那些朋友呢 是沒有惡意的 就是整股他們的 是 那你又不夠 有些夜場呢 就是我很多朋友都做夜場 我想問回剛才的故事 那你那個客人呢 從頭到尾是不是都沒有見過 就是長住那個地方那些靈體朋友 他沒有見過 通常都做 只是那次 然後是那些朋友 告訴他 就是通常做一些小動作多的 就沒有實質上看到形態啊 樣子啊什麼都沒有 就是整班人只聽到門 平平白冷 但是裏面一個人都沒有 我都不知道應該說他很 算不可以讓你嚇到你 還是什麼好 另外有一個呢 另外一個做夜場那個 他是做卡拉OK的 就是那些 連鎖式那些 是的 不是那些正經卡拉OK 就是有半唱的 通常有些女生怕你不會唱歌 有些導師教你唱歌 不是嘴鬼那些 他說他去開工那間場呢 就好像還在那裡 就是沒有說名字了 是 可不可以講一下地步啊 就是在旺角附近 那他第一次見是怎樣呢 那你知道那些正常的卡拉OK 都沒有什麼分別的 就是那些卡拉OK和那些 有一個辣房啊開門啊 有個窗口看到進去那些 一定 凡是這些不可以封密的嘛 一定有個玻璃窗 讓你看到進去嘛 是的 就是這些可能方便你警察查牌 是吧 那我這些規矩我就不知道的 不知道是不是合不合 防火例是這樣的 那我記得有一次呢 他就做完事 做完那個order 就是有個房間叫他去做事 或者下了什麼 拿了進去走 那轉頭呢 就經過一個房間 經過其中一個行呢 就有個女生開了門 我問我 喂我叫了一杯東西 你為什麼這麼久都不拿來啊 不好意思小姐 你叫了什麼人 我當它是奶茶 我叫了奶茶 他都覺得奇怪 你老闆你不是喝酒嗎 那些地方叫什麼奶茶 神經病 心裡這麼想 就說得出口 我叫了什麼 他不知道是不是客人叫的 如果是個女生叫就無所謂 那小姐叫 如果是客人叫就得西人 那些地方通常不會得西人的 我叫了什麼 我轉頭拿來 拿了走去水巴那裡 拿了一杯奶茶 我趕快找回那間房間 我當它是30號房間 敲門 不好意思 開門進去 然後開門 只有四個男人坐在那裡 先問你們是不是叫一杯奶茶 剛才有個小姐 她說叫了很久沒給你們 不好意思 然後四個男人 看著她 呆了看著她 你老闆我等了幾個小時 一個小姐媽媽都沒來過 我都在慶祝你告訴我 叫一杯奶茶 是不是有病 立刻粗口問候她 然後她以為不好意思 我現在幫你通知她 拿了一杯奶茶 拿了一杯奶茶 那不出去 打算走了 就糟糕了 是不是 接著她出去的時候 她又覺得 是不是自己記錯 也沒理由 進去被人罵 根本連媽媽都還沒到場 那裡幹什麼 是不是 然後轉頭就走出去 走出去 接著 那條戲不相信 接著問水巴 是否有人下過阿打 這間房子 是否曾經下過阿打 她說 有啊 有啊 我真的不記得拿給她 我拿給她 我進去 她只有四個馬路 她說媽媽還沒來過 沒有人拿茶給她 接著 沒有叫那杯那些東西 接著她的戲不相信 她說沒有理由 借些椅呢 就是她拿那張桌子 就沒有毛巾那些東西 什麼都沒有 借些椅呢 她想確認自己有沒有看錯 然後再回去 再回去 再回去 30號房 再敲門 敲門進去 那個女生在裡面 接著跟她說 麻煩你拿了那杯奶茶 是沒有那四個男人的 是那小姐 跟她說 那小姐 當她拿了一杯奶茶 但是沒有了那四個男人 只不過就有個男人坐在 除了她 還有一個男人坐在下面 在唱著歌 就不見到那四個 很餓的男人 即是剛才她再進去想 拿奶茶的時候 有四個男人在罵她 是啦 是啦 她送奶茶 是啦 那四個男人沒有了 接著再去的時候 就是那個女生 誒 麻煩你了 又出現了 她看她拿了一杯奶茶 誒 我不是叫奶茶 給了毛巾 然後就見到那個女生在那裡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之後她真是呆了 不是啦 這麼晚 日光又不走 第一次你不會錯的 第一次你就怕認錯了 你又是找回30號房 還有你去了進去 被人罵完之後 你又發現不見了那位女士 你出來的時候 你會看清楚那門口的房門口號碼 你會確認一下 不會錯的 就是被人罵了 那些地方 立即問候你娘 然後你快點 不好意思 我寄錯了 你拿毛巾 就快點拿去給奶茶回來 其實都15、16 想著 今次又開那四個 又開不同人 今次沒有了 今次真的是那女人在 就不見了那四個男人 他說那次他第一次在牆上撞到這些東西 我也不知道這些是否叫做 有時時空交錯還是什麼 可能他剛巧進去的時候 可能那一台人是之前來過的 有時時空交叉錯了還是真的撞鬼 解釋不了 有時可能掩著眼睛他開的是30號 根本不是的 有可能鬼有 可能他去了29號 29號就是那四個馬鹿 是啊 他可能引起了29號 不是開30號 第二次就真的開到30號 不是29號 這次他不止一個 我們講個後回來再 我一會兒 第二次 我一會兒都有個鬼故 應該你也有聽過的 這個經歷卡拉OK連鎖的 我們稍後回來再講 Daniel 之前你有什麼問題 要吃這個四小寶去調節身體 肝硬的三期 然後找四小寶 為什麼你又買四小寶 這個健康四小寶 吃這個呢 我覺得奇怪 成分高 你說16顆健康四小寶 就等於人家200顆的成分 差不多 那你現在吃了之後 你好像剛剛早前才 測了個癌症指數 現在說是怎樣呢 那個近況是 肝酵素 腎上腺素 那些指數全部都正常回來了 那顆抗散了癌又怎樣呢 現在有 現在只剩下一個黑影 即是沒有了那個癌的了 應該就是沒有了 健康四小寶的癌法 其實是英式皇室癌法 是的 那你還要怎樣去輔助 你好像說粥粉麵飯 你已經不吃了 是的 是的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咳糖 那個呢 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呢 就一條頭髮找不到 那呢 就年輕 今年就30歲 用了一支洗頭水 加一支精華素 那就見到呢 用了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那個廣告呢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那些毛毛都用了 就全部出了 那可能遲些 等毛囊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 就好了